Hey man, I'm Hey man 今天我記得天氣多好 我就輕易走到來荃灣 打算拍片 誰知道走到來已經沒有日落 所以就選了一個綠色的背景 跟大家分享 我考琴的辛酸事 我是8月13日交片 然後9月1日正式收到我的result 就是Mirror 我就是考Grade 8 Performance ABRSM的讀四段歌 這段影片是不會有我考試的片段 我考試那段影片十五分鐘 放下來的話就會超級長 我怕你們看得悶 我就分開兩段影片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按進去看 這段影片最主要講我考試的心得 整個心路歷程和練習的方法 我記得考試之前 不停地去research 去打一支強心針給自己 希望看到 原來彈到某個程度 你就可以Pass 彈到某個程度 就是Distinction 起碼有個reference 給自己知道 我現在是甚麼Grading 但我想說 上網段段片都是Distinction 全部都是Distinction 才放出來 每一個跟我類近的片段 所以我希望這條 完美的考試片段 可以告訴你們 去片之前 希望你們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之後我會放其他自彈自唱的影片 還有 希望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彈甚麼歌 其實我是何時計劃考試的 我2020年的1月已經在計劃了 我希望2020年的10月搞定它 誰知7月的時候 然後就跟我說取消了 要我多學一首歌 對我來說其實是好事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 Site Reading和Scale 現在他把所有東西取消了 只彈一首考試歌 那就搞定了 不過回想起 如果我真的要10月考 我1月才來ONE 1月才來練習 再加上我練習濫度的程度 我10月一定不合格 所以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究竟當初我們怎樣練習的呢 我是真的超級懶的 因為我看浴度很慢 所以我一定要逐顆逐顆音響出來 第一 我這個已經浪費了我超級多意志力 不要說彈熟 我韻音已經浪費了很多力氣 所以我之前一開始 一個星期都不能練習兩三次 到我真的很順地彈到一首歌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打開琴來彈一彈 一個小時也好 15分鐘也好 也叫做碰碰琴 不要讓那些 muscle memory 流失 我的頻道就是這樣 練習工具方面 我不是每次都用鋼琴 第一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時候我不會回到家 所以我就買了一部千多元的 88 件琴 手感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你起碼會記得彈琴的位置 這個只是很前期 練習邊彈邊音的時期才用這個電子琴 再後期一點 考試前幾個月我就不再用它 因為大小聲根本就練不到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多時候都不是在家 你也可以考慮買一部88 件的電子琴 用來找音 練熟你的 muscle memory 考試前幾個月你才全部用鋼琴 第二個障礙 因為我就是練習時間非常晚 我12點之後才下班 因為我常常去活動 活動沒有一兩點都不用打算離開了 回到家已經是凌晨三點 我還彈一個彈琴 不過幸好那些時間非常彈性 我起床什麼都不做 只彈琴 可能彈一兩個小時 就算真的好趕 我起碼有15分鐘 每一首歌彈一次 我才出去 起碼保持那個 momentum 如果我 我堅持不要讓自己不彈一個星期 因為一個星期我流失的東西真的很多 我不會再想拼一回 所以 一定要堅持 每天都碰一碰 我有幾個小提示 想分享給大家 怎樣可以幫助你練習 第一 就是 跟錄音坦 我 一開始 前期的時候 我就是跟著拍子機 但是拍子機 是幫你穩定到拍子 它不會幫你穩定到感情 所以當我真的 音都叫做熟一點 我就開始跟著錄音彈 我老師呢 簡直是踩上mute的pedal 播錄音 我跟著來彈 令到我潛移密化 覺得自己在彈跟它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算我拔開了錄音 我自己再彈的時候 我也可以彈到六七成的感情 因為我沒有把自己的感情灌輸到這首歌裡 我從頭到尾聽的 只是錄音過的版本 所以我彈出來的 很大部份都是錄音過的版本 我沒有聽過其他版本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超級有用 我每一年的考試 我都基本上敢練 所以我覺得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已經有一個100%正確的版本 給你們跟著 為什麼你們要自己想一個版本呢 對嗎 好了 因為上次拍拍拍突然間沒有位 所以第二天 我真的來了尖沙咀海舖拍片 說到哪裡 我記得第三個提示 第三個提示 就是一定要背譜 因為有時候有些 melody 太快了 快到你根本不會看得到前一份譜 所以你彈得多自然會熟 一熟你就能背到 既然你都背到七八成 我建議你背完它 你的 accuracy 都會高一點 除了以上幾個提示之外 所以我就想講一下我下一次的心態 我很記得我是超級心急 因為我很想快點搞定它 之後我覺得是精神折磨 7月尾的時候 就決定我一定要拍到一段片出來 之後只會比第一段更好 我以為拍幾段就搞定 叫做練熟了一些歌 誰知道只因為我心急 還有緊張 很怕彈錯 令我彈得更加錯 所以我覺得 你決定拍第一段影片的時候 只不過是你最精的練習的開始 你可能之後再經歷兩個星期的時間 去不停地彈 你才真正正正去到一個考試 的level 你之前那些只不過是練習 試機 所以 預早時間 是拍你第一段影片 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段更好 到你下一次交的那一段 就是最完美了 我記得一開始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彈對音 才可以交影片 我發現彈對音 真的非常難 可能我當時還未練得很熟 我把重點 不放在一些對的 不放在彈對音 我把重點放在彈對的速度 大小聲 做好的感情 果然 這樣也可以令我拿到merit 而且你一定要放下完美主意 因為當你很熟悉一首歌的時候 你就越容易找到那個瑕疵 你越容易找到那個瑕疵 你就很想解決它 你就會變成無限拍片 沒有一個終點 所以 你一定要給自己一個 deadline 第一 第二就是不要追求完美 你可能彈到你心目中的九成 八成至九成 其實都已經很好 比較傳統和拍片的考試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好處是多一點的 對我來說 第一我不喜歡練set reading 和scale 每年都會練 如果要考的話 所以省略了它 真的省了很多心力 但沒有省了時間 留意一下 因為你考了一首歌 其實你也要花很多時間去練 和揣摩它 第二就是我覺得時間彈性一點 你不用再遷就考官 第三就是 你可以拍到最完美的一刻 你才交給考官 但是懷處我覺得 認受性沒那麼高 始終你可以無限量拍片 不是Live演唱給考官聽 始終力還是差一點 第二就是 知道你下一段片可以更好 你就不停地拍到好位置 就會令你精神折磨一點 這個是好處和懷處 我自己也喜歡拍片多一點 因為可以無限地拍 多謝你們聽到這裡 即將考琴的你一定要努力 希望我的tips對你來說有用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它 和like這個youtube片 分享給你即將考試的朋友 和comment告訴我 你會彈什麼歌 如果你想看我考試那段片 就去下面一條link 你按進去就可以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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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